大家好,我是老肉 今天咱来说雪豹 雪豹可以说是一种非常与众不同的猫可动物 一个是它们生存的环境实在是太特殊了 基本只生活在2500米以上的高海拔地区 包括以喜马拉雅山为主的各种高山高原上面 目前最高的目击记录是5800米 在所有猫可动物当中 唯一能跟它相提并论的是谁呢 就是之前说过的兔孙 这也是雪豹的理应句 兔孙的最高记录是不到5600米 所以雪豹比兔孙还要高一点 是海拔最高的猫可动物 而且兔孙来说的话 一些海拔不是那么高的草原上也有兔孙 但是雪豹呢 基本就只生活在海拔几千米的高山上 轻易不下来 有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 这也增加了它的神秘感 然后再一个雪豹特别与众不同 就是它们的捕猎方式 这个你看过就知道 那真的是用生命在捕猎 因为它们的主要猎物 像是炎羊 野山羊 盘羊之类的 都喜欢生活在陡峭的山坡上 基本没什么平地 周围全是悬崖峭壁那种的 而且它们各顶各呢 还都是飞檐走壁的高手 尤其是逃命的时候 在峭壁上窜起来跟玩命似的 因为你想毕竟摔死也是死 被追上也是死 所以它们根本就不考虑 会不会摔下去的事 撒开了跑就完事了 你想猎物都已经跑成这样了 为了追上猎物呢 雪豹也只能是豁出去了 所以它们追捕猎物 绝对可以说是动物界最惊险的 捕猎场面 因为不光猎物惊险 猎兽也惊险 是吧 一个不小心就一起摔下去了 这么危险的捕猎方式 在动物界还是非常罕见的 可能也就雪豹会这么干 看起来特别疯狂 不过这也说明什么呢 就说明雪豹确实有这个实力 所以这么顶级的捕猎能力 是怎么来的 也得好好了解一下 另外雪豹有个外号 叫雪山之王 在雪山这个生态系统 它地位非常特殊 对其他动物影响很大 属于是不可或缺那种的 然后它们和人类之间 也发生了很多事 有冲突 也有合作 有很多你意想不到的情况 所以今天这期 咱就来说雪豹的传奇故事 那么说雪豹在生物学里面 属于哺乳缸 石肉木 猫科的豹鼠 豹鼠里面一共五种 大型猫科动物 就是石虎豹 雪豹 和美洲豹 它们五个被认为是纯正大猫 当然同一属的 也分个有输有金 是吧 所以另外四个 谁跟雪豹关系最近呢 从名字看 你会觉得是豹 也就是花豹 而且雪豹身上的图案 也确实跟花豹非常像 都是原点或者圆环 怎么看都好像它俩关系最近 不过实际上 并不是花豹 从基因分析来看 其实是老虎 老虎才是雪豹最近的情形 它俩分化的时间 大约是在270万年前到370万年前之间 而且雪豹和老虎一样 也是亚洲特产 所以它也是最能代表亚洲的动物之一 然后说豹鼠它们五个里面 雪豹有一点跟其他思维不一样 就是叫声比较灵灵 其他大猫 你像是狮子老虎之类的 它们叫声都特别低沉 特别震撼 是那种咆哮声 嗷嗷的一听就特别有气息 有时候也认为 纯正大猫的一个标志 就是得会咆哮 然后雪豹呢 就不会这种咆哮 声音一点都不低沉 它叫起来比较接近猫的声音 发出的声音类似 呀哦 这么一种感觉 那么这个叫声啊 其实更像是中小型猫科动物 顶多算是嘶吼 不能算是咆哮 这方面雪豹在暴数里面是个另类 我们雪豹之所以不会咆哮呢 跟喉咙构造有关系 一般来说 大猫之所以会咆哮 是有个特别之处 就是蛇骨 它们的蛇骨和其他猫科动物相比 骨化程度比较低 相当于是软骨 所以更灵活 这是它们能咆哮的关键 不过雪豹不会咆哮 跟这事没关系 也就是它们的蛇骨没问题 问题出在哪呢 在声带上 说雪豹的声带实在是太短了 只有9毫米左右 还不如猫声带长呢 猫都能超过1厘米 尤其跟老虎一比就更明显了 说老虎的声带有4厘米长 那震动频率肯定不一样 是吧 这就是雪豹声音不够低沉 不会咆哮的原因 但是从体型来说呢 雪豹确实也不大 是豹鼠里面体型最小的 它们体长一般大约在75厘米到1米5 平均体重大约30多公斤到50多公斤 差不多也就刚进入大型猫科动物这个行列 其实比蛇铃也大不了多少 相当于是最小的一种大漠 然后说雪豹的毛色 主要是灰白色搭配黑色端 偶尔会有点泛黄 这都是适应它们生存环境的颜色 因为它们主要生活在雪线附近 还有雪线以上 这些地方要么是雪地 积雪 白色的 要不然就是荒地 峭壁 黄不拉街的 所以雪豹这个配色 就很容易融入到环境里去 隐蔽的非常好 比如有部雪豹的纪录片叫山中幽灵 为什么形容它是幽灵呢 就因为当地居民很难见到雪豹 它们平常能看到雪豹的脚印 能听见它们的叫声 也常发现它们吃生的猎物 但是很多人可能一辈子都没直接看见过雪豹 如果不是专门去找它们 就算50米开外有一只 你都未必能注意到它 一点都不夸张 但生活在几千米的高山上 你光会伪装也不行 高海拔带来的低温 缺氧 暴风雪 猎物稀少 这些才是真正的考验 所以雪山之王到底是怎么征服了雪山呢 但接着往下说 首先雪山上一个大问题 就是太冷 气温零下四五十度都有可能 雪豹先得扛得住这个 所以还好什么呢 就是它们的毛皮大衣 用料特别足 特别扎实 说雪豹的猫长得非常非常密 每平方厘米 也就不到指甲盖的那么大面积 就能有四千到五千根毛 这个数什么概念呢 大家可以和自己的头发比一下 一般人每平方厘米 大约是不到两百根头发 也就是说雪豹的密度 相当于人类的二十倍以上 就这么浓密 当然之前兔孙那期也说过 兔孙这家伙更离谱 它是每平方厘米九千根 所以猫科动物来说 兔孙排第一 雪豹排第二 它俩的毛是最密的 然后从毛的长度来说 雪豹也是仅次于兔孙 虽然它们背面和侧面的毛 稍微短一点 但是也有五厘米左右 然后肚子上的毛明显就长了很多 一般是十到十二厘米 这样它们趴在地上 就跟有个垫子一样 可以更暖化一点 另外雪豹还有一样好东西 非常无敌 就是它们的尾巴 说雪豹尾巴和身长的比例 是猫科动物最大的 差不多是90% 也就是说身长一米一的雪豹 尾巴能有一米长 特别有存在感 然后雪豹需要保暖的时候 这根又粗又长的尾巴就用上了 雪豹可以把它弯过来 盖在身上 像盖了张毯子一样 也可以咬在嘴里 或者捂在脸上 当口罩和面罩用 所以雪豹这么缩成一团 就能扛住零下40度左右的严寒 成果最冷的那段时间 然后雪山上还有个小麻烦 也不得不考虑 就是积雪 走路总陷进去的话 必然影响捕猎 是吧 所以为了尽可能别陷进去 雪豹的爪子演化的非常宽大 可以分散身体重量 就跟其他好多雪地动物一样 而且来说雪豹这大爪子 除了这个之外 其实还有个重要作用 这个咱说捕猎的时候再详细说 那么去过高原的朋友 很多人都有个经历 就是高原反应 原因就是海拔越高 空气的含氧量越低 低氧环境会让你各种不舒服 一般人光待在那儿就受不了了 更别说剧烈运动了 你想雪豹要追赶猎物 就必然要面对高原缺氧的问题 所以怎么办呢 雪豹有两个应对措施 第一个是增加进气量 说它们的鼻腔特别宽大 一口吸进去的空气更多 然后再一个雪豹的红细胞 也不太一样 它们红细胞比正常的要小很多 这么一来同样多的血液 红细胞数量更多 就可以携带更多氧气 这也是雪豹的一个变化 那么保暖和缺氧的事解决了 接下来就得说捕猎的事了 这才是雪豹统治雪山的核心技术 那么很早之前 咱说过一期山羊 可能有观众还记得 这些家伙让人印象最深的 就是它们的攀爬能力 尤其是爬大坝那些 简直跟挂在墙上一样 看起来特别厉谱 当然雪豹食谱里那些羊 各顶各也都是攀岩高手 所以雪豹不但要应对高原缺氧 还得在岩壁上追赶猎物 随时都有可能摔下去 真的是非常危险 你想其他大魔可没经历过这个 只有雪豹有这个实力 那么雪豹之所以能飞岩走壁 如履平地 也是强化了很多技能 首先它们的爪子非常关键 说雪豹的爪子不但足够宽大 而且脚底的摩擦力很足 跟橡胶底似的 所以它们攀岩的时候 爪地力才够大 才不会打滑 这是在岩壁上奔跑的基础 然后它们高速追赶猎物 经常是在岩石上跳着走 像是在跑酷一样 有时候突然两个落脚点离得很远 也只能硬着头皮跳过去 所以雪豹的弹跳力 在所有猫壳动物里面也是最好的 说它们一跳最远 竟然可以跳15米左右 真的是非常非常夸张 而且其实来说 还不光是猫壳动物 就算在整个动物界 雪豹这个15米也是最远的 其他大魔 像是老虎 猎豹 还有袋鼠之类的 都跳不了这么远 因为毕竟雪豹这一跳 那可是性命攸关 都是被悬崖峭壁给逼出来的 当然跳得远是一方面 怎么落地也是个大问题 大家可能发现了 就是雪豹捕猎有个习惯 它们更喜欢从高处俯冲下去 追捕猎物 发现猎物之后 先敲目声的爬到高处去 尽可能靠近 然后再突然冲下去 这样更容易加起速了 不过这么干 也有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雪豹往下俯冲的时候 它们的整个身体重量 再加上冲刺的速度 就会有巨大的冲击力 落在前腿上 必须得有缓冲才行 所以雪豹靠什么缓冲呢 靠它们的胸肌 说雪豹胸部肌肉特别发达 不但往岩壁上爬的时候有用 俯冲落地的时候也有用 可以提供重要的支撑和缓冲 这也是它们在岩壁上跑酷 练出来的 然后岩壁上跑酷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 就是怎么去保持平衡 尤其是猎物突然转向的时候 雪豹也得及时调整中心才行 这就跟猎豹追着营阳是一个道理 所以雪豹调整中心 也跟猎豹一样 用的是尾巴 刚才说了 说雪豹的尾巴特别夸张 不但很长 而且很粗 所以用来保持平衡效果非常好 很多时候雪豹失去了重心 感觉要摔下去了 这时候大尾巴一甩 就能把重心给纠正回来 这也是雪豹飞檐走壁的重要技能 不过有句老话大家都听过 叫常在河边走 哪有不失血啊 雪豹技术再怎么牛 也有摔下去的时候 比如之前国家地理的摄影师 就拍到过一次 说雪豹拼了命追上了一只炎羊 结果刚好扑到了悬崖边上了 然后他俩就一起摔了下去 最后连续坠落了60多米 差不多20层楼那么高 这才停了下来 而且雪豹竟然一直都没怂口 就很厉害 虽然雪豹并没有摔死 也吃到了猎物 但是摔的也是够惨的 看起来身上是受了重伤了 不过神奇的是什么呢 就是仅仅三天之后 摄影师发现他竟然已经恢复了 看不出来受过伤的样子 也就是说他们这种扛衰能力 还有身体恢复能力 也都是顶级的 非常了不起 当然了 说雪豹也不总是用生命去捕猎 偶尔他们也会试着吃点别的 比如说土拨鼠 鼠兔 各种鸟类 甚至兔孙 都有可能被盯上 不过总的来说 这些都是个例 雪豹还是更喜欢羊这么大的猎物 所以野生羊群越来越少的时候 羊圈里的羊就被盯上了 那么说雪豹既然是顶级不是这 自然也是雪山生态系统的关键物种 很多动物都受他们影响 比如他们捕猎到大型动物之后 不会当天就吃干净 一般得要吃上个三四天左右 除了养育幼崽的雪豹 要拼了命把猎物拖回去之外 其他可能也就放在原地了 而且有时候猎物会动在地上 想拖也拖不走 所以这么一来呢 就给其他动物机会了 像什么狐狸啊 金雕啊 突鹫 还有狼 包括喜鹊 这些家伙都会经常留意雪豹的动向 看雪豹有没有在捕猎 能不能蹭上一口吃的 这也是好多动物的一种生计 不过对当地的牧民来说呢 雪豹可就没那么友好了 说自己家的羊被雪豹吃掉这事 很多牧民都遇到过 以前来说的话 发生的不多 基本还能接受 不过后来牲畜越养越多 也就有越来越多的自然栖息地 被开发成了牧场 用来放牧了 最后的结果 就是各种野羊数量不断减少 羊圈里的羊越来越多 而且你想啊 对雪豹来说的话 跳进羊圈里 比在岩壁上玩命 那肯定舒服多了 是吧 他们也很难抵挡这个诱惑 所以袭击牲畜的事也就变多了 那牧民们要养家糊口 孩子要上学 都得靠这些牲畜 雪豹在这时候啊 只不过是种凶猛的野兽而已 所以为了保护自己的生计 他们也只能是找机会杀掉雪豹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然后另外再一个呢 说雪豹皮的价值非常非常高 所以一直都有偷猎雪豹 倒卖雪豹皮的 每年有很多雪豹 因为这个被杀死 所以眼看着雪豹数量越来越少了 得赶紧想办法 是吧 目前比较有效的措施 主要是跟当地的牧民合作 比如动物保护组织 给他们提供援助资金 帮他们改进羊圈 防止牲畜再被雪豹吃掉 先化解这个矛盾 然后再一个呢 就是帮当地发展雪豹经济 你这有雪豹就能吸引到游客 各种民宿啊 餐饮 纪念品之类的 就能有一定收入 而且就算游客没能见到雪豹 欣赏一下雪山的自然风光 也不错是吧 把雪豹作为一个招牌就可以了 这样当地人就能主动打击偷猎 去保护雪豹 同时也会保护雪豹的猎物 争取让雪豹一直存在下去 是这么个思路 那么说只要栖息地得到保护 其实雪豹的自我繁衍还是不错的 他们一般是每年的一到三月份 进入交配季 双方碰面之后会非常积极 就说每天能交配12到36次 确保磁性能怀上 然后他们的妊娠期呢 差不多是100天左右 小雪豹在4到6月份 天气转暖之后出生 一般每胎是2到3只 然后基本上两个月之后 小雪豹就可以四处走动 到4个月就开始学习捕猎 为将来做准备了 不过母雪豹这边呢 倒是非常尽心尽力 它一般会照顾幼崽到1岁半左右 身体长得足够大了 才放心让它们独立出去 所以雪山的环境虽然很残酷 其实它们的成活率还是蛮高的 毕竟作为雪山之王 还是有实力 是吧 好了 那么雪豹就先说到这 其实我知道好多观众 都喜欢听猫科动物 所以要觉得没过瘾的话 大家可以考虑加一下会员 因为这个礼拜的会员专享 也是一期猫科动物 说的是宁猫 希望感兴趣的朋友 多多支持一下吧 你只要两瓶颗了的价钱 就能多看30多期 相当划算了